你好,今天为你解读的书叫《黄雀记》,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是26万7千字,我会用大约26分钟左右的时间为你讲解书中的精髓。 一场青少年强奸案,一步一步地把三个当事人逼进了深渊。 苏彤的《黄雀记》荣获第九届矛盾文学奖,苏彤曾说, 他一直想用小说的形式造一条街,让它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宽,也越来越深,而且让它永远存活,不会被强拆。 《黄雀记》恰好就是这个造街运动当中,可以成为地标性建筑的一部作品。 苏彤笔下的《香春树街》因为有了黄雀记的存在而更加生动,更加鲜活。 这本书最精妙的地方是作者对《命运的解读》。 在无数个节点上,一切看似已经变好,希望就在眼前。 主人公们以为可以和命运和解,最终却还是落入深渊。 仿佛有一只名叫《命运的黄雀》在它们身后,冷冷地看着这一切。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世卫黄雀记。 本书的作者苏彤,他的中篇小说《七切成群》曾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 苏彤九岁时,患上了严重的肾炎和并发性败血症。 在养病的过程中,他真切体验到了逼近死亡的感觉。 因而他的书里总是弥漫着命运的荒诞,生命的脆弱和对于死亡的不安。 好了,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 接下来我就为你详细讲述书中的内容。 第一个重点是,在强奸案里蒙守不白之冤的少年。 第二个重点是,犯罪少年的自我救赎。 第三个重点是,迷失在物欲世界的少女和一切因果的终结。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重点,在强奸案里蒙守不白之冤的少年。 那年夏天特别热,乡村属街有七个老人接连死去。 其中一个老人去世的时候,儿女居然找不到可以挂的照片。 只能从工作证上剪下来的照片,翻拍后挂了上去。 那张照片是几十年前的,调研的人看到这张照片都大吃一惊。 觉得照片上的人不像老人,倒像老人的儿子。 祖父也看到了这张照片,觉得很不像画。 从此之后,祖父每年都去照张遗照,以免死去的时候无照可挂。 这个习惯引起了家人的愤怒。 在宝润的母亲看来,这遗照是祖父在向周围的人暗示他们的不孝。 每年春天,宝润都要去给祖父取一次照片。 一次,照相馆装错了袋子,将一张无名少女的照片给了宝润。 照片里的女孩大眼睛、圆脸、薄唇,用气氛而谴责的目光看着这个世界。 他记住了这个女孩。 年迈的祖父突然许多事都记不清了,甚至不记得自己家在哪里。 他说自己丢了魂,他认为自己的魂是在照相馆里飞走的。 有人告诉他,如果没了魂,下辈子将无法转世成人,只能做牛做马。 他必须要带着小辈们到祖坟祭拜,才能把魂汗回来。 祖父陷入了巨大的恐惧中,家里的祖坟早就被人刨了。 他唯一的希望是,他曾经在祖坟上捡的两根尸骨。 那两根尸骨被他藏到了一只手电筒里,埋在了东青树下,但他已经不记得确切的地址。 为了找到他,祖父编造了一个谎言。 谣言很快在乡村树街传开了,据说祖父当年把金子装进了一只手电筒里,埋在了一棵东青树下。 一场疯狂的绝金运动在乡村树街展开了,无论白天夜晚都能听到铁桥挖土的声音。 祖父也在家里不停地挖掘,他将自己的房间开造成一个小型工地。 宝润的父母终于再也忍受不了这个疯癫的老人将他强行送到了精神病院。 宝润的父亲在医院照顾他了大半年之后,发现自己的精神状态也出了一些问题。 他也开始对挖坑感兴趣,看到地上有坑,无论大小总想过去挖几下。 宝润的母亲愕然地问,你也想挖手电筒吗? 父亲说,他听到地上有很多声音,婴儿的啼哭声,老人的嘟囊声,女人聊天的声音,仿线的声音。 他只是想挖开看看,地里面到底有什么。 父亲不能再去警庭医院了,照顾祖父的任务就由宝润接下。 为了管附住祖父的手脚,不让他挖地,宝润经常用绳子将祖父误化大榜。 这件事得到了整个医院的理解。 医院的花匠放心了,终于不会有珍贵的花木被挖掘了。 擒杂工也放心了,铁锹不会再失踪了。 宝润父母也放心了,他们不再用赔偿昂贵的花木费了。 宝润在这个过程中练就了一手捆绑绳结的技术。 他成了一名捆绳结的艺术家,可以绑出二十多种花样,成了医院里的名人。 时常有病人家属拜托他捆人,他的名气越传越大。 有一天,乡村树街声名远播的顽固子弟柳生也来找他帮忙。 柳生有个花痴姐姐,每到春天,姐姐便会去桃花林里。 他膝盖上摆着一个塑料盆,一旦有人朝塑料盆里扔硬币,他就会拉起毛衣晾出乳房。 柳生拜托宝润去捆他的姐姐。 柳生开出条件,如果宝润答应的话,他就可以让仙女陪宝润看电影。 仙女是医院里的老花匠收养的孙女,也是那天宝润在照片上看到的女孩。 她的名字来得奇怪,老花匠刚把她从老家带回来的时候,大家问老花匠她叫什么名字。 老花匠说,就叫小丫头吧。 小女孩打了老花匠一巴掌,说你才叫小丫头,我的名字叫仙女。 仙女从小气傲,因为柳生家境优渥,她一直对柳生另眼相看。 因为柳生的一个谎言,她答应了和宝润的约会。 但她很快发现,宝润并不如柳生所说的那样帅气浮游,反而是一个吝啬无礼的人,两人不欢而散。 为了弥补那天的不快,柳生促成了两个人的第二次约会。 宝润邀请仙女在医院的水塔里跳小蜡。 仙女不愿意与宝润跳舞,不断地在她怀里尖叫挣扎。 宝润无心与她斗嘴,她看到了窗梢上拴着一条狗链子,一种熟悉的感觉席卷了她。 她欣慰地叹了口气,熟练地将狗链子绑在了仙女的身上。 链子划过仙女的皮肤,她开始慌了,向宝润求饶,求饶很快变成了呼救。 但这一切都是无用功,仙女的肉体被铁链镇压了,宝润仿佛在完成一场艺术表演,铁链在仙女的身体上开放着,像一朵幽暗的莲花。 她说,等着柳生来救你吧,现在你不欠我了。 她将仙女绑在了铁梯上,离开了水塔。 命运的齿轮开始旋转,三人的宿命从这里开始注定。 春天的一个下午,警察把宝润带走了,他们在调查一起强奸案,案子的受害者正是老花将收养的孙女仙女,而嫌疑人则是宝润和柳生。 柳生的家人买通了仙女,柳生脱离了罪责,却让宝润蒙受了不白之冤,等待她的是十年的监狱生涯。 好了,上面为你讲述的就是第一个重点内容,在强奸案里蒙受不白之冤的少年。 说完这个,咱们接下来说第二个要点,犯罪少年的自我救赎。 逃过这场牢狱之灾后,柳生一直带着负罪感生活,出于道义和内疚,柳生一直在照顾宝润的祖父。 他成了警厅医院的常客,一来二去他和医院院长混熟了,院长拍板允许他来承包医院的菜书肉类供应。 医院里有一个特殊的精神病人,郑老板,他是个突然发家的富豪,财富来得太快,意识无法适应,得了迫害妄想症。 一天,他穿着三脚内裤狂奔数千米到了公安局报案,自称有人追杀他,从此成为了警厅医院的医院,负责照顾郑老板的公关白小姐,随着他一起住进了医院。 白小姐名白真,就是当年的仙女,她消失了很久,但仿佛冥冥中有一道指引,无论她走多远,都会再次回到乡村树街。 她和柳生再次相遇了,还是在这家医院里,仿佛是命运安排的一次重聚。 对于柳生来说,仙女是一个难解的谜,她留给她的不只有罪恶和愧疚,但也有荣耀和骄傲。 仙女的出业是她的,她一切的一切都曾是她的。 郑老板的家人要在医院附近盖一座香火庙,柳生带着工匠忙了一个星期,将水塔改造成了烟火庙。 他让工人把通往水塔顶部的铁梯封死了,一个噩梦被埋葬了。 他跪下来磕了个响头,对菩萨说,菩萨保佑,我已经改过自新,我不是坏人了。 这座香火庙在景庭医院大受欢迎,头香只有郑老板能烧,它的特权无人可以改变,唯一可以争取的是第二炷香。 抢烧第二炷香的竞争非常激烈,许多香客想要抢占最有力的位置,不免会发生冲突,有人吵着吵着就打了起来。 这种情况引起了医院的注意,院长不得不专门派人去维护秩序,几天之后,香火堂便不对外人开放了,香客们都被锁在了门外,群情激愤。 仇恨涌动着,谣言开始发酵,有传言说,郑老板不只是精神病患者,还是艾滋病人。 一场驱除郑老板的运动,在医院里悄悄展开了。 病人们在郑老板的房间里放了许多绳子,其中一根金属绳准确地套住了他的拖鞋。 郑老板脚往下一探,本来就是为了拖鞋,却探到了一根冰冷的金属绳。 他的迫害妄想症发作了,喊了几声救命,就当场休克过去了,就此去世了。 一天,柳生去石码头开车,看到了一个人蜷缩在菜框里,柳生悚然一惊,一张熟悉的脸孔钻了出来,苍白浮肿,眼睛红肿,看起来疲惫不堪。 柳生打了个冷战,是宝润回来了。 他去看望祖父,但祖父已经不认识他了。 他说,我是孤瓜老人,孤瓜老人哪来的儿孙。 宝润的眼睛在柳生和祖父之间来回穿梭,眼中带着胶着和失望。 他却翻看抽屉里的照片,试图给祖父一点关于自己的线索。 他们的全家福被水浸泡过,产生了离奇的侵蚀效果。 宝润颈部以上被腐蚀了,母亲只剩下半边身体,父亲几乎完全消失,只有祖父行存。 祖父几乎完毫无损,他用朵朵闪闪的目光注视着镜头,似乎在传递某种歉意。 对不起,你们都将消失,只有我万寿无疆。 这张照片仿佛是一个神秘的御史,准确地预测了这个家庭的情况。 宝润的父亲已经死于中风,母亲也在省城找到了老伴,放弃了乡村暑街的过去。 只剩下了宝润和父亲的骨灰在一个空荡荡的房子里。 在父亲的墓地旁,宝润听到了一些粉末在石梯里喧嚣,像是米粒在热锅里翻炒。 他拍了几下石梯,说,爹,你别炒了,我听见了,都听见了。 石梯果然安静了下来,父亲的亡魂归于安静。 宝润说,我不知道他嘱咐我了什么。 柳生说,他肯定是嘱咐你,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你要向前看。 宝润说,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那怎么可能呢? 好了,以上就是本书第二个重点,犯罪少年的自我救赎。 下面来为你说说最后一个重点,迷失在物欲世界的少女和一切因果的终结。 仙女怀孕了,与男人周旋多年,他自以为得计,最终还是要用女人的身体来买单。 孩子的父亲庞先生是个普通台商,矮,微胖,长相平庸,远在他的标准之外。 但怀孕改变了他,他眼中的庞先生重获新生,再次看到庞先生的时候,屈辱恐惧和暖意交织着,他甚至落泪了。 他说,我怀孕了,是你的孩子。 气氛陡然沉重了,庞先生怀疑道,我记得很清楚,我戴套了。 庞先生说,那是别人的孩子,仙女震怒了,他抓起一只杯子,向他砸了过去,鲜血从庞先生的额头上流了下来,他用毛巾捂住额头,满手是血,目光憎恶地看着他。 他说,我今天算看透你了,你就是婊子,一个堕落的婊子。 离开了庞先生之后,仙女无家可归,他在这个城市茫然地游荡着,找寻可以投靠的人。 一天,他看到一根绳子拴在门把手上,绳子在微微抖动,是宝润。 宝润像是一个追凶的幽灵,再次出现在仙女身边。 仙女提出请他喝酒,宝润笑了,说,吃饭喝酒你不划算,多少酒才能抵消监狱里的十年。 他冷笑着说,怎么样才划算,我陪你睡最划算吗? 宝润说,我们的问题酒解决不了,睡也解决不了,我请你去跳小蜡。 仙女轻蔑地说,有那么简单吗? 宝润说,我没什么别的意思,不过是要个公平。 这场晚来十年的舞,终究在水塔开场了,宝润用身体抵住他,像是一场稚气的恶作剧。 他的舞步愤怒而粗暴,仿佛是一场复仇,带着正义的色彩。 因为内疚,他没有反抗,宝润的脸突然贴了过来,胡须划过他的皮肤。 他突然觉得脸颊冰冷,是宝润落泪了。 仙女突然感到一阵眩晕,在一阵强烈的反胃过后,他吐了。 宝润茫然地站着说,我让你吐了,我在你眼里那么恶心吗? 仙女说,不是你,是孩子,我怀孕了。 宝润说,你走吧,从今天开始,我们轻胀了。 轻胀了,这么轻松就轻胀了。 仙女看看水塔,水塔老了,爬山湖的芝曼一路攀爬到了水塔顶部。 窗台上的乌鸦俯瞰着他蹊跷的命运。 他不明白为什么他会同一座水塔纠缠不清。 他迫切地想离开这里,但冥冥之中,就像有一双大手在操纵着这一切,也操纵着他诡绝的命运。 柳生送他去机场的路上,他们遭遇了车祸,被送到了医院。 他再一次回到了这座城市。 养病的这一段时间,柳生成了仙女的唯一依靠,他们像一对幸存者一样互相依赖。 她的预产期一天天临近,他想,或许柳生是最后把他推进产房的人。 出院的时候,仙女被安排到了宝润家的房子养胎。 宝润和父母都离开了,那里成了一座空房子。 柳生将他租了下来,给仙女住。 柳生也去住过一次,两人并未同屋。 柳生睡在楼下,呼噜声一直传到住在楼上的仙女的耳朵里。 他忍受着,慢慢变得平静。 那些呼噜变成了音符,组成了一首摇篮曲,像是在哄他。 睡吧,你好好睡吧,我陪着你。 黎明他听到水龙头的滴水声,某一个瞬间他居然觉得甜蜜。 炉子上流着火,使柳生在煮粥。 他的摆折裙也被他洗干净了,挂在猪肝上。 他觉得这一幕很滑稽,这是他想象多次的生活场景。 他曾经遇到过几个心仪的男人,问他们以后会不会为他熬粥, 愿不愿意为他洗内裤。 他们都做出了郑重的承诺,现在却都不见踪影。 最后为他做这些的却是柳生。 他有一瞬间动心了,他问,如果我把孩子拿掉,你赔不赔我? 柳生怯生生地看着他,问,赔是什么意思? 这个裴到底是做老公还是做情人? 仙女的脸发白了,他颤抖地问,你要做老公还是做情人? 柳生犹豫地说,做老公不合适,我做你情人吧。 空气突然凝滞了,他感到慌淡,流着泪笑了起来。 他用筷子指着柳生的鼻子说,快滚吧。 在余光里,他看到了一个匆匆逃离的背影。 柳生终于要结婚了,仙女远远地看了一眼新娘,皮肤偏黑,发型蓬松,脸庞颇有滋涩。 婚期定在八月初八,这是个极力的日子。 很多人都选在这天结婚,鞭炮从一大早就开始响,仙女打扫礼炮渣的时候,在天井的角落里看到一只手电筒。 他拧开了锈石的盖子,一股恶臭扑鼻而来。 一些泥土堆积在手电筒里,泥土中插着两根白骨,骨头上蠕动着一堆灰色的细小的虫子。 他忍不住反胃干呕起来,将手电筒奋力扔向墙外。 他听到他滚动了两下,落进了河里。 他觉得奇怪,去问隔壁邻居有没有把一只手电筒扔到他的天井里。 邻居听了事情的原委,惊叫起来,给你扔河里去了,宝润他爷爷找了十几年呢,你扔下的不只是一只手电筒,是人家的祖宗啊。 不一会儿,宝润来敲门了,他赶去河边捞手电筒,费了好大功夫,却一无所获。 他想了想说,沉在河里也好,我早总结出来了,我爷爷为什么那么长寿,因为没魂。 没魂他长寿,没魂他太太平平的,非要找那魂不是催他上西天吗? 仙女笑了,宝润却换下一身湿衣服,他听到房间里嘻嘻嘻嘻的,柜子和抽屉相继发出声响,他问,那个灰色的衬裤呢? 仙女想起柳生那天借宿的事,说,裤子让柳生穿走了。 刚出口,仙女就察觉这话容易让人误会,想解释一句,她没有和柳生同居,却觉得这样的澄清更像谎言。 宝润脸色阴沉地走了出来,他看到他歪斜的领带,仿佛看到了旧性,动手替他整理。 啪了一下,他的手被宝润甩开了,他怒喝道,婊子,别碰我的领带。 宝润脸上有一滴泪花,仙女想说些什么,却不知道如何说气,只是开口道,你心情不好,去多喝几杯吧,一醉方休。 宝润回头笑了笑说,我喝多少酒,你明天就会知道的,你等着。 仙女打了个寒战,他仿佛回到了那一年,看到了18岁那年的宝润,不安敢席卷了他。 他人生中最大的噩耗,终究还是到来了。 宝润闹柳生的洞房的时候,喝多了酒,捅了柳生三刀,柳生抢救无效过世了。 柳生的妈妈一口咬定,是仙女指示宝润做的,带着邻居和亲属包抄了他住的院子。 柳生的妈妈嗓子已经哑了,仍然不停地诅咒他。 一个他身边的男孩自愿充当扩音器,大声地向他喊着。 仙女你听着,你从小就是破鞋,腐化堕落,勾引男人。 仙女你听着,你是害人的妖精,祸国殃民,菩萨要为民除害了。 仙女仓皇逃走,绕开正门,跳到了墙外的河水里。 河水很脏,他贴着河边的房机走,蹚过了十几户人家,终于看到了一个废弃多年的石码头。 他顺着水下的石阶慢慢往上爬,爬到一半又被岸上的人打了下来。 他倒在了水中,没有挣扎。 他仰面浮在了河水上,河水承载着他和腹中的婴儿。 他们顺流而下,他看到自己的魂缓缓上升,和白云融化在一起。 河两岸的房屋一座一座地闪过。 他在河里飘荡着,在意识消散的边缘。 他依稀看到自己,被几个民工抬上岸。 他用最后的力气对几个民工说,我的孩子不想死,我要早产了。 仙女的孩子出生了,他的孩子脸颊火红。 大批的新闻栏目对这个红脸婴儿进行了报道。 整个城市的人都很好奇,婴儿的脸有多红,是什么样的红。 一个御婴室的女护士上传了很多孩子的思照,人们看到了红脸婴儿的样子。 早晨是鲜红色,中午是火红色,傍晚是星红色,夜里是橘红色。 他头发卷密,耳朵硕大。 但人们看不到他的眼睛,因为他无论何时一直在哭。 不是啼哭,而是痛哭,像一个老人一般,暴躁而绝望。 仙女得了严重的产后抑郁症,他拒绝补育自己的孩子。 他在医院长大,院长好比他的长辈。 锦庭医院勉强算他的娘家故里,在他最不幸的时刻,他又回到了那里。 那个一切开始的地方,锦庭医院的水塔。 人们经常看到他放着忧伤而寡淡的音乐,抱着婴儿,坐在水塔门口喂奶。 秋天到了,正逢给仙女会诊的日子,院长等了他两久没有等到,便去水塔找他。 看到祖父抱着婴儿,坐在水塔的门口。 祖父说,仙女出去买奶粉了,把孩子和东西都交给了他,等了一上午都没回来。 院长明白,仙女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只留下一个幼小的婴儿,依偎在年迈的祖父的怀里。 在祖父怀里的时候,婴儿很安静,和传闻中并不相同。 她的脸颊依旧泛红,人们叫她怒婴。 好了,说到这里,我们今天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我们所说的要点。 首先我们讲到了丢了魂的祖父进了精神病医院。 在精神病院的背景下,所有的荒诞和疯狂成了日常的生活。 宝润在景庭医院里遇到了老花江的孙女仙女。 她想请仙女跳小拉,但仙女拒绝了。 宝润对仙女的喜爱、占有欲和愤怒交织着,促使她将仙女绑在了水塔里。 这也成了她悲剧的根源。 她被柳生和仙女陷害成强奸犯,入狱十年。 其次我们讲到了宝润入狱后,顽固子弟柳生开始变得内敛而谦卑。 她在景庭医院找到了一份工作,在生活慢慢平静下来的时候,宝润出狱了。 她的父亲已经去世,母亲也改嫁了。 祖父成了她最后的亲人。 但祖父也不记得她了,他们曾经的一张全家符被水浸泡,宝润颈部以上都被腐蚀。 母亲只剩下半边身体,父亲几乎完全消失,只有祖父幸存。 这仿佛某种神秘的预言,祖父看着镜头好像在说,对不起,你们都将消失,只有我万寿无疆。 最后我们讲到了仙女怀孕之后被抛弃了,她想要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遇到了出狱的宝润。 宝润请她跳了一首小拉圆了十年前的心愿。 在柳生的婚礼上,宝润捅了柳生三刀,柳生抢救无效过世了。 柳生的母亲认为是仙女支持了这一切,待人围住了她的住所。 仙女惊慌失措,跳河逃跑。 孩子出生后,仙女得了严重的产后抑郁。 有一天,悄悄地离开了医院,只留下了一个幼小的婴儿,依偎在年迈的祖父的怀里。 婴儿脸颊火红,被称为怒婴。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全部内容总结。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想要每天听本书,请搜索微信公众号,探书。 探,是探索的探。 关注探书FM,我们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码。 关注探,订阅,转发。 49,000一个人,打赏,订阅。